大家好,我是周教練 平常我們不管是打球或是看球賽 都需要有一些羽毛球的基本常識 今天我們就要為大家介紹 羽毛球場地以及基本的規則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標準的羽球場地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單打的發球界線 單打的發球區是從前發球線到後面的端線 接發球區是在發球區的對角 接下來現在看到的是雙打的場地界線 前發球線到後方的雙打發球線是雙打的發球區 跟單打一樣 接發球區是在發球區的對角 比賽時無論是單打或雙打 發球的分數如果是積數的話 就要從發球的左半邊來發球 相反的如果是零分或偶數 就要從右半邊開始發球 另外周教練要提醒大家 比賽時有些特殊的狀況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喔 如果球頭壓到線或是彈到網子 都算是有效球 但是如果身體或球拍碰到網子 這就會變成對方的得分球喔 好 現在大家都有了基本觀念 就能夠上場輕輕鬆鬆的與球友不累 看球時也比較不會有看沒有懂 單打和雙打發球區的界線 長度和寬度都不同 發球時如果你的得分是基數 就要站在左半場發球 如果是偶數 則要站在右半場 與球壓線或數網 都是有效球 算是得分喔